我们在上一讲里说 夫妻离婚后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侵权会变更 子女只能由一方抚养 另一方对子女只享有探望权 那么民法典对探望权是如何规定的呢 这一讲来仔细说 先来看一个案例 小曹和小朱结婚后生了儿子小明 后来双方协议离婚 离婚时约定 第一,离婚后 儿子随南方小曹共同生活 抚养费也由南方负责 第二,在提前通知后 女方小朱每周可到南方家探望儿子两次 每月可在周六接儿子外出游玩 儿子在九岁的时候 表示想要减少探望次数 于是小曹代理儿子向法院起诉 要求减少小朱的探望次数 小朱一开始不愿意 但经法院调解 最终改为每月探望两次 某次小朱在约定探望时间内 想带儿子外出游玩 但小曹没有同意 理由是儿子要准备期末考试 小朱忍无可忍 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例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探望权我们在第十六周问答里 也简单介绍过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探望权可以强制执行 但在司法事件中 法院都会受理这类诉讼请求 也就是说 如果小曹故意阻挠小朱探望 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保障小朱的探望权实现 但本讲案例 小曹不准小朱探望 并非故意阻挠 而是为了让儿子专心备考 这种情况下 法院还会同意小朱的强制执行申请吗 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探望权 探望权是夫妻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 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探望权利 与之对应的是 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有义务协助探望权实现 探望权起源于英美法系 规定这个权利 是要保证夫妻离异后 非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 这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 给父母子女造成的情感伤害 理解探望权的内容 要把握两个方面 首先是探望权的权利主体 也就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 探望权是与直接抚养权 相对应的权利 父母离婚后 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 取得抚养权 非直接抚养方 则取得探望权 要注意 这里说的取得探望权 是自动取得 也就是说探望权 不产生于父母之间的协议 也不需要法院判决确认 假设案例中小曹和小猪离婚时 约定男方抚养孩子 女方不用负担任何抚养费 但是从此不得探望孩子 即使女方同意 这也是无效的 如果事后女方反悔 起诉到法院要实现探望权 法院也会支持 说到这儿 可能有同学会想 除了父或者母 未成年子女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有没有探望权呢 按民法典 现在的规定是没有的 在起草婚姻家庭编草案的时候 也曾经规定过主父母 外主父母对孙辈的探望权 因为有很多人强烈要求 而且很多时候 祖孙之间是隔背亲 但是法院强烈反对 原因是 目前光是保障父和母的探望权 执行 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了 因为当事人一旦要求 强制执行探望权 法院执行厅就得派人一同前往 如果再规定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也有探望权 那他们就没时间办别的案件了 所以最后删除了这个条文 知道了探望权的主体 我们还要注意探望权的行使方式 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 行使探望权的时间方式 首先由当事人协议确定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归纳起来 行使探望权的方式就是两种 一种是看望式探望 比如案例里 小巢和小猪离婚时约定 小猪每周两次到南方家看望孩子 就属于看望式探望 此外还有一种叫逗留式探望 逗留这个词用得很形象 也就是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 探望权人可以领走未成年子女 但必须按时送回 要注意的是 无论采取哪种探望方式 行使探望权时 都应当考虑子女的意愿 如果子女在探望时间内 不愿意被探望 不得强行探望 说到这儿 可能有同学会想了 如果探望人要行使探望权 子女也没有不同意 但直接抚养人不同意 这个时候又怎么处理呢 这得分情况来看 如果直接抚养人 没有正当理由就拒绝 那不能限制探望权 假设案例中 小潮不让小猪探望 不是因为儿子要被考 而是自己嫌小猪太烦 这显然不是正当理由 小猪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但如果有正当理由 那就可以 比如出现了探望权中止的情形 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内 有法院判决 探望权人暂停行使探望权 虽然探望权是法定权利 法律应当保护 但是探望权也涉及 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 行使不大 也可能损害抚养方 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所以也有必要 从立法上加以限制 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 只有一条 就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它既是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 也是对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保证了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 比如 享有探望权的一方患有传染病 为了保护子女的身体健康 抚养人可以申请终止探望 但如果探望人只是身体受了外伤 抚养人就要申请终止探望权 理由就不正当 优惑者 假设案例中 儿子已经高三了 小巢以儿子要封闭复习为由 向法院申请终止小猪一年的探望权 这就不行 因为母亲在高考期间探望儿子 也不会影响子女身心健康 此外 因为终止探望权 对探望人以及未成年子女都影响巨大 所以民法典还规定 终止探望权的主体只能是法院 其他个人组织或机关 没有权利终止探望权 并且法院终止探望权 必须通过审理 充分听取抚养人和探望人的理由 以判决的形式做出 而不能像宣告失踪宣告死亡那样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就直接做出宣告判决 探望权既然能被终止 那在终止私由消失后 也应当依法恢复 探望权的恢复 首先由当事人协商 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查明 法院在确认终止原因消灭以后 应当判决恢复探望权 说到这 我们可以来讨论开头的案例了 小曹和小猪离婚后 儿子随小曹生活 小曹是直接抚养人 不直接抚养的小猪 则享有探望权 儿子小明在九岁的时候 提出希望减少探望次数 这没有问题 因为小明当时已经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对行为有了一定的辨别能力 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 即使小曹和小猪当时没有协商一致 法院审理时 也会尊重小明的意愿 判决减少探望次数 那么这一次 小曹以儿子考试为由 不同意小猪行使探望权 小猪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呢 这里的关键也是要看儿子的意愿 如果儿子并没有拒绝被探望 是小曹单方面不同意 那法院应当支持小猪的强制执行申请 但如果儿子更想专心备考 小曹作为直接抚养人 当然有权拒绝小猪的这一次探望 如果小猪监视申请强制执行 就这一次的探望 法院可以不遇致 好 关于探望权 我们先说到这里 为你总结一下本讲内容 第一 探望权是夫妻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者母 享有的探望子女的权利 第二 行使探望权的方式 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 第三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是探望权终止的法定理由 探望权终止是由消失后 可以协商恢复探望权 协商不成的 由法院判决是否恢复 听完这一讲后 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如果请你给探望权提完善建议 你认为探望权的主体 是不是应该包括主父母 外主父母呢 又是为什么呢